而你不知道而已 你在说什么 我可为什么被你捏光 你明明写完她 还要骗你手的爱上别人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她自己不告诉我 因为你是她的对手 她从一开始 就想成全这个妹妹 我不相信 鉴定失明案 她被列为重大嫌疑案 却坚持中途撤换委员律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问不出真相 我告诉你 因为她怕面对你和麦大器 她怕自己越险越深 她不想伤害你 所以 确定自己追逐 你知道这些话是她进口告诉我的 但如果你懂她 你就会跟我一样好奇她 为什么会住进我家 突然转变是为什么 是为了跟莫夫人重想天论呢 还是为了比开你而买大器 无论是什么理由 你都应该比我更关心她 不是吗 对啊 而且每次看到她 都会有不同的惊奇 不同的发现 像我刚初觉得她 非常的傲慢 结果她现在每次跟我道歉 或许你觉得她非常冷酷 但其实她很专心 你是不是喜欢大器 什么个人啊 没有从事到来 其实真正无可救药的人是我 也许麦大器说对了 还上晚听是我身不由己的强迫症 对不起啊 本来是来找你求救的 可是没想到 你还要吗 天语心开口骂人就代表 对方还有得救 天语心不再骂人就代表 对方没救 对吗 尴尬